传统武术能否实战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前不久深圳武士太极拳大师陈勇就在收徒仪式上正式约战了格斗狂人徐晓东 近年来传统武术到底能否实战的话题不绝于耳 现代格斗狂人徐晓东接连打败众多所谓的武术大师 也让传统武术到底能否一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是否传统武术只是花拳袖腿 是否真的只存在于影视剧当中 降龙十八掌佛山无影角难道真的只是传说 武士太极拳第六代传人陈勇前不久在深圳举行收徒仪式 仪式结束之后陈师傅表示他将正式代表武士太极拳 向格斗狂人徐晓东发起挑战 双方比赛就用徐晓东擅长的MMA规则 徐晓东是练中科格斗MMA的 那么的话我们就用MMA的比赛规则来进行的话这个比赛 可以擒 可以摔 可以打 可以控制地面控制 太极拳的话它实际是一个劲 它是一个劲 那么的话这个劲可以应用在任何领域 包括散打 摔跤 擒拿 拳击 八七柔术 太拳 其实就是一个劲 太极是一个劲 不要把太极拳误会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动作或者是一个招式叫太极拳 不是的 太极拳是一个劲 是一个阴阳内劲 陈勇曾经在部队担任过侦察兵 退役后 潜心钻研太极拳技术 成为武士太极拳第六代传人 除了太极拳之外 他也从事综合格斗的推广 也是深圳中级道综合格斗俱乐部的创始人 已经年满52岁的陈师傅很有信心 并亲自写下了约战书 相比自己年轻12岁的徐晓东约战 太极拳完全能在八角龙的话去体现 其实我也很希望有那么一天 有这么一个机会 就有这么一个机缘 我跟徐晓东先生来一次的话 这个擂台上的比武切磋